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Facebook 的朋友 你们好 今天28 星期一 Channel News 的朋友 你们好 今天是数字延期时间 Cross Over VLight Channel 币价好点 我们都说股票好点 币价好点 有没有更好的消息呢 做三件事来听 第一件 第一件先讲一下巴西 巴西 巴西里约以内劳 宣布可以用比特币交与地产相关的税行 地产相关的税行 也是做支付工具 以前美国国家收比特币 拍了一家比特币交易的公司 立刻转换成 Real Fear Money 而已 现在 Real 里约以内劳 成为巴西第一个城市 会接收比特币 在政府的层面 即是它的虚拟货币 只是收比特币 是 现在只是收比特币 市政府的解释是 如果它开始接收加密币 就可以刺激货币流通 刺激比特币或货币 是 很有趣的说法 是 接着呢 它迟些可能会加入NFT 推广市内的艺术发展 这件事 前几天赵长鹏 去了中南美洲 访问了几个地方 包括萨尔多和巴西 是 去巴西的时候 他就和里约以内劳的市长 握手 开了会 开了会 之后 就决定 在巴西当地 会成立一个办公室 币安 原来今次就是谈这件事 正常的 FTX有FTX的山头 币安有它发展的山头 FTX可能更加下次 如果它在中南美洲 可能是倾向于监管机构 因为它主要是做Durative 是 币安是一个全面性的网站平台 即是做一些 corporate 一些的东西 各个发展 各个对币圈做出一个 不可卖灭的贡献 最主要是发展 顺带一提 到了中南美洲之后 赵长鹏就赶回到杜拜 因为它的营业执照 就开始出来了 但回到杜拜 一厌的时候 就发觉它中了COVID 就是中南美洲这个时候 已经中了 现在就有点打乱了它的 schedule 因为它本身 去到杜拜 也有很多会要开的 现在不知道 在杜拜方面的发展 会不会有少少延期呢? 没有啊 这些程度不能够 face to face 唯一的方法 你不可能因为这样 而取消了很多东西 我相信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是 我想问你一句 你会不会讲关于 Manualited 那件事? 不会 OK 因为大家可能在网络都看到 现在有些是Manualited 有个球会说 想做个圆宇宙 Football 是MU Manual 我不记得有个大球会 不记得哪一间 明天再追回 好 都是商业化的东西 越来越多 OK 又是一件 我们值得关注的事 是 第二件 第二件事非常之重要 就是关于保安的问题 是 如果大家有用MetaMask 是经Google Chrome Extension 要用MetaMask 要特别注意 就是 Chrome 出了一个声明 叫人们尽快升级 最新的版本 MetaMask 还是Chrome的版本 Chrome的版本 因为MetaMask 是连着Chrome Extension 来到用的 就是 他没有说到很实在的 technical 问题是什么 这个在IT 叫做 Zero Day 零日 的一个情况 即是 已经发觉 有些客户 已经找到漏洞 但是 还未修补得到 所以 一开始有升级 就叫人们排华式升级 他就不会 将一些 细节披露 让大部分人都升级 他才会公布 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的MetaMask 是经过一些 co-wallet 即我们连着 Tresher Ledger 去用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如果没有连过 co-wallet 就这样 用Chrome Extension 的MetaMask 来说 就可能有 暴露你自己的 目标的风险 这两天 已经陆续 有些人 在MetaMask 的钱包 就不见资产了 所以 现在 希望大家 可以尽快 有用MetaMask 去将你们的 电脑也好 或者一些 PAT 那些 Chrome Extension 可以尽快升级 OK 又是回到 Security 的问题 是 到今天 为什么 做这些 所谓的 加密币 还有很多潜在的 问号 它一直不能够 像传统银行金融 那样 发扬光大 正正就是 这些问题 就是困扰一些社群 有些人玩 我经常都说 You trade whatever you are for to lose 你大不了 不见了 不会影响你生计 因为你有传统金融 但你一副身家 全部放进去 你可能不见了 没错 偷到你的 可能未必能用得到 但对你的影响就很大 很多时候 你偷那个 我大不了 拿不到 那又如何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会立刻去 那些 尺寸的网站 连锁了 或者偷东西 是 你影响到它 禁掉了 但你永远都拿不回 这是问题 Security 始终是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 都建议大家 一定要用Cold Wallet Cold Wallet 就是你的Private Key 永远在你自己手上 而不是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 OK 好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数位转化部 是 因为之前他提过 可能会有air drop 给捐款的人 后来就取消了 他说可能会发NFT 也是可能 这次正式推出NFT 战争历史博物馆 头一批有54个NFT的主题 就是记录了俄罗斯入侵的头两天 所发生的事件 事件 以及20日期 详细记载 网站已经整好了 可以去看看 那个时序 发生了什么 在来近30日 30日五夜 香港时间 就会正式公开发售 NFT 是否可以 resell 可以NFT 可以NFT 他用了fair.xyz 这个平台做背后的支持 这个是他的网站 这个是NFT的平台 他自己有网站 我在下面的连结 就是fair.xyz 对 fair.xyz有什么出名呢 其实就是因为 NFT平台和OpenSea有点不一样 他主要是强调公平性 你不是说有钱 可以提高很高的gas fee 或者我用一些机械人 就可以拿到一个优势 可以快些抢到NFT 你是抱着一个公平的原则 手动地去抢 fair.xyz 大家记住 fair.xyz 一个值得留意的网站 NFT平台 是 有一个新的玩法 就是NFT 通过Crypto之外 通过NFT的销售 除了记录了一些发生的事情 某程度上也是一种捐献 是 他全部收了收益 也是作为一个捐款 今次在这个尖局里的一些开支 都不是很平静 世界上还是不太和平 还是一样 还有最近拜登的言论 在波兰的言论 引起很多很多很多的回响 主要原因都是 虽然你是年居80 80 80 82 70 80 80 80 那 这些言论 虽然 国会 或者是 美国方面的人 都出来 补获 但是 他有很大的感觉 这个共和党 都挺烦气 挺麻烦 特朗普在政的时候 唯一那个时段 没有一些小国家被迫害 其他时候 基本上 约约都有 美国的影子在里面 真是很烦气 现在很多事情 俄罗斯当然 正式反应就是 我选总统关于差事吗 我选了一个总统出来 我觉得他OK就OK 在言论中 大家现在口舌之争 没有了俄罗斯 那何必还要有一个世界呢 好像是有一段这样的说法 那是否代表 是否有人乱按制呢 你和我都不知道 乱乱 不过 我们相信 人性 是理智的 Rational 希望 不要有其他黑天鹅 惊喜的事件 尤其是军事行动方面 是 因为这个是对大家 甚至我们在现在 在乌克兰 一个很远的地方 香港 东南亚 其实只要有很极度 无惊喜的 攻击的媒介 就会很麻烦 全世界都很麻烦 希望不发生 币圈的明日更好 因为越乱 可能好像越好 其实都定在这儿了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快到完美了 明天29 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一 明天再会 Facebook的朋友 拜拜 Share news的朋友 请请